霸王寒流从元旦开始接二连山的来袭 台湾高山下雪白了头 不过平地超低的气温 也传出了农作物的寒害 全台凤梨花最大产区的瑞穗香复兴村 这几天10度以下的温度 造成了凤梨花灌叶片冻伤 农政单位是高度的关注 提报农作物寒害 花林县政府农业处 湘工所这几天也展开了线刊的工作 受理农民寒害救助的作业 从元旦起超强寒流 接二连山的来暴斗 台湾高山下雪白了头 霸王急了低温 急动破坏凤梨花的灌芽 让老农心疼血 这个连续都没有办法采 走在凤梨花田 不过两三步 脚下就已经有六七颗的凤梨花 受冻伤 种了大半辈子的凤梨 近年来频频遭受寒害 靠老天吃饭的农民王冲 一眼无语问苍天 照理来讲是比这次严重 更多 但是这次是第二坡 还没有看不出来 所以你也很担心 全台凤梨花最大产区的瑞士相复兴村 凤梨农作栽种面积约5-60公顷 而其中凤梨花田约有45公顷左右 从元旦起至今 一波又一波强冷的低温寒流 造成了凤梨花罐严重冻伤 瑞士相农会总干事黄胜黄这几天 会同的县府农业处长吴坤如 以及农民到各处堪灾好几回 忧心地表示 等天气回暖 冻伤的夜灌芽白化 寒海灾情恐怕会再扩大 目前的情形看起来的话 冻伤初期的话 没有经过太阳的一个照射 它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呈现 页面干掉的一个情形 我们要等到这个太阳出来之后 我们才能够评估它的这个 整个受害的一个情形 换遍中这1.8甲面积的凤梨花田 预估再过十几天就要采收 赶搭农历年节技术市场之用 现在有一大半都冻伤 就会失去商品价值 经农民向地方公所 农会反映提报县政府农作 含害后 从即日起 农民可携带相关证件资料 前往乡公所农官客 申请天灾现金救助 弥补含害造成的农业损失 记者石玉兰瑞岁采访报道